HELLO,我是阿怪 今天要介紹《太空戰士7 永恆危機》 《太空戰士7 永恆危機》 出手Screener在手機評刷上推出的 人機角色版遊戲《太空戰士7》的另類重製版 這次的故事就由我們主角克勞德 與反神羅組織的夥伴們 一同破壞魔灰爐的任務所展開 遊戲是一款章節制的單人遊戲 將承襲了《太空戰士7》重製版的故事內容 並以接近原作的Q版風格來做詮釋 一般在過路面的時候或者是在地圖時 都會是以Q版的任務做進行 戰鬥的部分則是採用 接近等比例顯示的風格進行戰鬥 不過戰鬥方式則是即時的動作戰鬥 玩家只能夠控制主角一人 並且可以累積能量 在使用技能的時候就會扣除相對應的能量點 而其他隊友則是可以指定敵人攻擊 但是無法控制使用的技能 遊戲中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我們可以依照戰況去做調整的特性 像是BOSS在使用技能的時候 就可以調整防禦模式 也能夠擁有比較好的防禦屬性 攻擊模式也是如此 每位小色也能使用自己的專屬必殺技 也會有華麗的動畫去做展現 隊友部分也是可以控制的 這隻的故事方面也下廚了功夫 不僅擁有精美的動畫去做劇情演繹 此外還會收入來自所有太空戰士系列的 所有衍生外傳的其他故事喔 目前尤其是日本測試當中 那我們看一下遊戲的畫面吧 好了我們要開始 我們今天要玩的是太空戰士7啊 它的新的版本 然後在今年的夏天做測試 好不容易有這個測試的名額 我們先來試玩看看 它雖然說是一個重製版 不過它是層級 應該說層級的 7代的這個舊版的玩法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戰鬥的部分 就是以全新的面貌去做 當然應該是有一些新的 應該是說新的遊戲的 外傳故事啊 然後還有一些都會衍生在裡面 我們現在試看看 雖然說太7應該很多人都覺得有點久了 呵呵 我看這個能量要多久 哎呀不用了不用看了 哇 我記得我個人最覺得最好玩的是泰拔 因為太7那時候畫面沒有那麼精緻 那時候是一個很小的Q版人物 然後雖然人物在對話 就是好像有比較 會畫風有一點精緻 但其實沒有現在那麼精緻 這都是後來重製版啊 才去改變的 然後我們這版的重製版 其他也不算重製版啊 它算是 叫做 永恆危機喔 Ever Crisis 好我們使用這個技能看看 這是恢復嗎 所以它是 等一下我們看一下 OK 這些都是灰血的啊 我們換了一個人物的 可是我覺得戰鬥有點即時制耶 它不是回合制的概念喔 好我們用這個 因為以前7代的話就是那個 手會有福特 福特林的那個 黑人嘛 然後還有一個女主角 我叫男主角 我只不要有印象這三個人 那我猜啦 應該今年暑假 因為這測試完 大概測試完一個月 通常就會上市了 而且太奇好像還有 PS5的版本跟其他版本 然後現在要發動 這算是我猜是 怒氣技能啦 火必殺技啦 不過這寫實風格是真的蠻帥的 算是等比例的風格啦 如果是以前的玩法應該就是回合制嘛 然後左邊右邊這樣 然後左邊右邊這樣 Ever Crisis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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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繼續 剛剛那個動畫真的帥到不行啊 好 那這次的話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一般的狀態的話就是以這Q版的人物 好 好 然後戰鬥就會變成剛剛那個寫實風格的戰鬥 它是有 目前的話是有英文跟日文版本 好 從今天開始 就把這個門打開 是這樣子嗎 好 反正我也不知道這日文的部分啦 然後 後面那個紅頭白把風 我覺得這個遊戲的話應該是 因為畢竟從7代跟8代這兩個就是經典 然後接下來就跳10代 9代也不錯啦 只是說 就是比較起來那個故事劇情 然後接下來我就直接跳11 13代了 等一下我要繼續看 走 我個人是這樣啊 愛7代因為以前玩的話比較沒什麼記憶 只記得人 好 好啦 太久了我走了 看這個小地圖裡面會有什麼嗎 沒有 沒東西 這什麼意思 躲在人家後面是什麼意思 攔住他 好爛喔 我以為要投襲好爛喔 好變成 來我們看一下這個是 就是 所以我們是只能控制一個人嗎 有沒有 只控制他 攻擊而已 就是 控制他 確定要攻擊誰 但是我們只能控制主角 感覺是這樣子 就感覺好像只能控制自己主角一個人 還是說要切換才去做操作 算是 說要是 他的功能 他已經進入我方隊伍了 誒這邊說錯路 寶箱寶箱 什麼東西100元入手 看一下這個是要切換嗎 我來看一下這個 這是什麼弱化屬性 果然他只能攻擊 我們沒有辦法控制他要怎麼攻擊 我沒有只能控制主角而已 這裡 不能走 他還有一個箭頭 走這邊 感覺這也是我們的隊友 他要我走這邊啊 沒有啊 他要我走這邊 他就把風而已 走 這地方好大啊 這要跳下去嗎 其實這個玩法很像以前玩那個PC game的那種玩法啊 就到一個地方之後他會切換畫面 然後算是有點半地圖大地圖那種概念 有很多人喔 我們只能控制他然後 控制他攻擊 因為他是即時制的 我以為他可以隨時在攻擊的時候做其他的攻擊切換耶 只要你的能量夠就可以耶 所以這邊不能走啊 擋住是不是 有寶箱啦 這邊咧 這邊咧 這邊有啊 所以我們兩邊都可以走啊 我們用這個 三個能量就直接 不用我們直接累積到五個能量好不好 啊 啊 這個是輔助技能啊 是不是只能控制第一位操作的角色 所以我們先下去 是走這裡嗎 有了 進入這畫面就會變 還是一樣Q版耶 不過他做了很多動畫啦 去銜接 我看一些資訊說做了蠻多動畫去銜接的 劇情 不然劇情如果只有這樣兩個Q版人物在講話有點肉 呵呵呵 又是神羅 失敗了嗎 糟糟糕 被發現了 快跑 好 攻擊 在攻擊 在攻擊的時候其實我們就可以 然後再接有沒有 換敵人 好 攻擊 好 攻擊 喔 我是不是想要用這個 看看能不能 加強自己好了 他在他準備用大招了 打斷他嗎 我可以用這個 防禦嗎 還是什麼打斷他嗎 沒有辦法 他可以用大招了 喔 這裡有一個切換啦 有一個切換模式啦 就如果他用大招說我們可以切換防禦模式 大概這個概念 有沒有 然後再搭配我的攻擊模式 可能是這個意思 好 打破了 好 大招 好 打破了 所以只要我們的氣勾 我們就可以無限的使用技能 沒有 沒成功 好痛啊 再一次 喔 雙必殺技喔 沒有雙啦 但是就是一起啦 蠻即時的喔 其實蠻即時的 他把那個即時字 改成叫3D風格的畫面 很期待 神獸出來 對 開始 15秒 15秒 蹦